发射箭炮展现强大火力 美军博客级驱逐舰韦伯号 6月22日再度通过台湾海峡 美军第七舰队脸书也公开表示 韦伯号是依法通过国际水域 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 这艘驱逐舰5月18日也曾穿越台海 直接在共军家门口展示武力 而中共百年党庆疆界 当然吞不下这口气 大陆央视罕见曝光 共军最精锐的歼20战机飞行画面 还声称已在多支部队 装列这款空中王牌 并预计在舰党百年当天 以前所未见的大编队飞行 包括歼2015架 那这个是首次有这么多的歼20出现 大概多少可以破除它目前 不一状况不佳的传闻 前一阵子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中印边境 它似乎有在巡弋 然后在东部战区 也有部分服役 多少表示说 它已经有少量在部队 可能是在做作战方面的验证 也可能在做系统方面的调整 那它是不是能够大量服役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 军事强权精锐进出不稀奇 歼20虽然少见 亮相动机却能理解 但日前共机扰台的机种 却令人费解 6月17日共军竟然反其道而行 派出服役超过半个世纪 古董级的歼7 穿越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光是从机身外形 都能明显感受到怀旧风格 共军的歼7战机 大概在1960年间问世 与我国的F1-4新式战机 算是年代相近的产物 那各位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我们的F1-4都已经退役 放在公园当展示品了 歼7却仍在服役 甚至外销国际 并且持续量产到2006年才停产 算是相当长青的机种 歼7已进入除役阶段 这次却到台海一级战线出勤 专家分析 背后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共军在全面练兵 第二是在测试 把这款旧型战机 改装成无人机 那可能可以说明是他 这个很多单位 这个特别是这个内陆的这个单位 那个像西部战区等等 那个派到这个东部战区这边 来做这个海上任务的 这个远航训练 因为这个海上这个飞行任务 对中共解放军的空军飞行员来说 可能是一个挑战 共军擾台可说是花招进出 不只罕见机种相继出笼 6月15还史无前例派出 28架次超大编队 穿越我国西南空域 但仔细分析当天国际态势 就能看出端倪 先是美军雷根号航舰战斗群 在南海执行大规模演习 菲律宾又宣布延续 与美国的军事协议 G7领袖峰会 则提起台海安全 邀及盟友共同对抗中共 共军大动作反应 也就不难理解 亚太局势风起云涌 美中双方的明争暗斗 丝毫没有收手 TVBS新闻立位华顾上军 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